8分了,Jeffrey,我們這裡要開始了嗎? 好的,我已經按紀錄了,老師跟阿湯可以開始了 OK,那開始有進來了嗎? 暗示還沒 暗示還沒,好的 那我們就差不多先開始了啦 好的 Hello大家午安,歡迎大家 今天參與我們這一個探索中文系的分享會 這個分享會是從4點到5點 很高興有大家參與 今天我們特別邀請了我們 南門大學中華研究院的老師 方美副老師來給大家做這個分享 在這之前呢 先給大家知道 整個流程 就是當方老師的這個分享結束以後 我們要做Q&A的問答的完結 大家如果有些什麼需要發問的話 可以在Q&A的時候呢 就是在這個chatbox這裡呢 就是問出來 那我們會把這個問題呢 經過篩選之後 做這個回答 好 待會我們會正式是在4點鐘開始 我們這個分享 在開始之前呢 先給大家一個簡單的一個 我們大學的背景介紹 可能有些朋友還不是太清楚 大學的這個 具體的這個地理位置 那這裡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一個介紹 我們目前有兩個校區 一個呢是在這個霹靂州的金堡 一個是在雪蘭州的這個雙溪龍 雙溪龍 中文系呢是在這個 霹靂州的金堡校區 和這個 這個 雙溪龍校區 都有這個院系 簡單來說 我們有這個本科和硕博 本科的話呢 主要的這一個 主要是在這個金堡校區這裡 包括教書啦 包括老師啊 等等之類的研究啊 等等都是在這個金堡校區 但是硕士和博士的話呢 主要還是集中在這個雙溪龍校區 這裡大家可以看得到照片 這兩張照片是我們這一個 啊 兩個校區的牛坎坷 好 這是在金堡校區的中華研究院的外觀 那中華研究院呢 它是一個蠻特別的院系 從拉曼大學2002年 創系之初 中文系就已經是 八大院系之 八大存在的科系之一 那一直經過這 靠近20年來的這個發展 中文系呢 從一個系 發展成了 成為一個院 目前來說是在這個 歷屬於中華研究院 裡邊 這也是一個不容易的一個發展 啊 畢竟在全馬來西亞來說 能夠 獨立有一個院的中文系 目前就只有 拉曼大學而已 好 那在這個中華研究院 中華研究院裡邊呢 我們有的是這 四項課程 其中包括本課的中文系 還有就是 碩士及博士 我們有兩個不同的這個 碩士科系 一個是文學 碩士中文 這個是論文制的 就是說大家主要是作弊 這個論文研究為主 另外一個是中文碩士 中文碩士呢 是混合制 混合制的意思是指說 它是需要上至少六門課目 同時間 需要 成交一個 研究論文 當然它是這個 上課 這個論文 是一個混合體 混合版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 不同的 碩士版 那除了碩士版 以外呢 這個博士版 就是這個中文博士 這是目前來說 在這個中華研究院裡邊有的 課程 那我們的方美副老師 也是來自這個中華研究院 也是在中華研究院裡面 資歷有久了 我們來看一下 老師的這個 背景介紹 這個是 方美副老師的 這個背景介紹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是從這個 馬大 文學士 本科畢業 之後呢 到這個拉邁大學 修這個文學硕士 然後呢 又回到馬大 修這個 哲學博士 目前來說 方美副老師呢 他是我們拉邁大學 中文學院的 助理教授 那當然他的這個 研究 領域呢 是多方面的啦 簡單 簡單分裂的話 可以分成中國 學術史的 南來文人 當然所謂中國 學術史的話呢 裡面在細分的話 有不同這個面向 這面向 所以如果大家以後是 對這個中華研究院 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進來這個 中華研究院的時候 再向這個方老師 慢慢請教 好了 那方老師 時間關係呢 我這裡就不多說 就 在這裡邀請方老師 來給我們大家做這個 做文字的分享 好嗎 好謝謝 方老師你可以先切換你的這個 PPP 好 看到啊 好是了 方老師可以開始了 OK謝謝 謝謝 大家晚安 那麼今天呢 我們呢 要給這個 對 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 中文系 有興趣的 這些可能成為 我們的 同道的這些人呢 有一個機會了解 中文系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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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思考些什麼問題 呃 畢竟我們這裡是呃 呃 呃 大家進入這個大學呢 呃 其實呢 是保有非常大的這樣的一個期望 那麼呢 說到這樣一個給可能的中文人啊 就是說你報報報名與否 本身呢 其實呢 是呃 決定了你未來要走的路喔 所以很多這個 李少生現在其實有一點緊張的喔 那麼呢 這個所謂的可能的呃 呃 很大的部分呢 其實是在這個教學研究的這個過程裡頭呢 呃 的一個個人的經歷啊 來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分享喔 那麼這樣的一個分享呢 呃 對還沒有走入這個中文系的門的人呢 那麼當然就可以有更多的這樣的一個對大學的理想的想像喔 那麼其實呢 像我們呃 在這個中文系已經這個呃 呃 做教學已經教了好久的人喔 其實呢 這個呃 過程呢 當然不可能是呃 就是每一天都是呃 都是很愉快 或者每一天都很順利的步會啊 這個跟中小學讀書其實也是一樣的喔 我們其實都是走過一個有學有淚的呃 這個生活 那麼這樣的呃 有學有淚的一個生活 那麼對這個大學的想像為什麼那麼重要呢 那麼這樣呢 我們就可以在今天裡頭看喔 這個呃 呃中文研究對我們來說呢 有一個怎麼樣的一個意義 那尤其是我們現在呢其實處於一個比較高度流動的一個時代 那麼從這樣的一個網絡的便利裡頭呢 那其實呢呃沒有任何人不管你是什麼科系都好其實沒有任何人能夠呃避得了這樣的一個浪潮 那我們可以想像說我們在一個中文的一個研究的一個一個一個社群裡頭吧啊 好那我們現在呢嘗試呢呃身處其中然後我們也可以在外頭呢去想像這樣的一個理想的大學或者是一個理想的科系喔 那麼這樣的一個理想的一個想像的其實呢對我們想像未來我們打算要做些什麼其實也非常非常有幫助的喔 那麼在我們的中文系裡頭呢其實呢可以讓我們呢對這個時代呢保有一定程度上的一個一點距離的一個觀察 那我們可以從更遠的地方呢呃其實去呃去為這個社會呢打造建造一個一個這樣的一個後花園 然後呢在這個花園裡頭呢我們可以邀請這個人類史上最聰明最有才華的人呢一起呃來到跟我們一起做一個思想的一個交流 那為什麼要交流呢要請這些最聰明最有才華的人來交流呢那實際上呢我們其實呢是在呃在捍衛一種美啊或者是我們在捍衛呃這一些呃最聰明最有才華的人啊他們本身就是一個創造者 那麼這樣一個觀念其實呢呃也不是來自於日本人啊是一個非常有名的這個呃小說家啊薄赫斯他所說的啊他在這個文學新生代裡面說我們有義務成為另一些人他這個我們其實就包括了我啦也包括了這個在聽講的你們我們大家其實都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頭那我們呢在維護這樣的一種所謂的呃呃上下古今的一個對話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看這個穿越劇那麼實際上呢這個穿越劇當然看起來很無厘頭啦很匪夷所思 但實際上呢這個穿越劇其實每一天都在發生啊在這個中文系我們就是真正的在進行這個穿越劇的這個劇情 那麼對這個中文系出生的人啊來說呢我們其實呢可以有一個期望這個期望就是這些成為真正的中文系的人之後呢在這個三年呢這個讀書的生涯裡面 那麼他們可以發現到非常非常多的這個這個這個人間的瑰寶啊這些瑰寶我們現在就稱之為經典啊啊 那麼這個經典我們對這個經典呢可以更多的啊就對他呢致敬呢多一點點 那麼呢因為我們閱讀的呢其實是一個人文學我們涉及的呢其實都跟人有關的 所以我們對弱勢的同情也會多一點點那麼當然我們不是一個這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人 我們看到了各種歷史上的這個功成名就也好或者是這個落寞失敗的人也好 那我們其實對周遭的發生的事情其實呢可以更多的三分的關懷 那麼至少呢我們讀了這個中文系之後那我們看的東西因為時間非常非常長 所以現在什麼東西大家都喜歡用超前部署這個詞彙 那麼讀中文系就真的是在超前部署了哦 那麼呢其實呢我們呢就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上下古今的一個 跟最聰明的人跟最有才華的人的這樣的一個不斷的對話 那麼呢這個超前部署呢其實呢就可以啊使到我們有義務的啊去做了一些這個 成為另一些人這樣的一個意義 我不知道今天呢大家呢來到這個現場的時候呢 本身呢是抱著一個怎麼樣的一個想像空間來想像中文系是什麼 特別呢我們大部分可能呢是來自不同的地方啦 那麼如果大家來自於馬來西亞 那麼可能大家呢就會有更不同的這樣的一個想像 那麼有一段時期呢我本身呢是教這個大一的心聲比較多的哦 那麼教大一的心聲呢我其實第一堂課我們一見面都是彼此都是陌生人的狀態 那我都可以我都會告訴他們一個事實這事實就是說 假如你以前有什麼樣的一個生活就是你讀中學啊讀中六啊 這一些各種的生活也好考試也好 那我其實呢都是勸勉他們哦 就是說走進大學這個門你一定一定要去忘掉以前你的光輝歲月 或者是其實你一路走來都非常的坎坷非常的顛破非常的不平順 那這一些經驗其實都應該忘掉 為什麼呢 因為有太多太多的例子呢他們進入到這個大學 然後呢遇到了啊遇到了一個適合的課程 適合的老師而且加上這樣自由的選客的這樣一個氛圍 那麼常常這些小小的障礙根本就不存在哦 他們呢有非常多的天翻地覆的這樣的一個改變哦 所以你過去中學好小學好 那麼這一些過去的所謂的這個累積其實呢 並不會損啊損害到你未來要走的路哦 那只要你這個選對了你喜歡的課 因為大學你可以自由選課 那麼其實上你走的路呢只會越走越寬哦 那麼這樣的一個例子真的太多太多 完全脫胎換骨 那麼最後的時候呢還可以繼續讀碩士讀博士 所以呢完全成為一個新的人 那麼這個新人呢他們後來畢業呢告訴我 他們以前成績有多多麼那個糟 我其實都已經見太多了 所以已經是見怪不怪說 其實真的是大學可以改變一個人的這個未來走的路哦 那麼這樣的一所大學你要去哪裡走呢 其實就是一個系一個科系 它本身存在的意義啊 一個科系並不僅僅是一個啊 這個職業培養所啊 不是以這個作為一個第一目標 不是的 那麼實際上呢 我們呢是給大家的更多這個能力啊 更多的這個思考啊 更多的這樣的一個潛能 哦 並不僅僅說拿了什麼多少個學分累積過後畢業哦 這其實不是哦 所以後來很多畢業了的人 他們其實都非常懷念 他們在大學可以非常放肆的想像 非常放肆自由的選客 那麼他們呢可以突破這個大樹的這個鼻音哦 找到他們自己的陽光 所以從這一點呢 大家呢未來呢變成一個中文系的人 中文人的話 那麼其實 無論是你的讀書也好 你的自學也好 你的興趣在哪裡也好 你其實可以在這個 我們中文系的這個 這個大樹裡頭 你可以找到真的是非常多 不同的老師他們的研究興趣 那麼總有一個適合你哦 因為我們的老師的整個這個訓練哦 每個老師其實都有非常多不同的訓練 所以這些東西呢 其實你不用太擔心說 哎 進來之後會不會你的本來有的興趣 在這邊找不到適合的人 我目前好像沒有看過有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中文系的學生啦 通常他們都可以找到非常非常投契的 啊 老師然後呢 一起呢 這個切脫學問 所以呢 可以看到呢 你以後啊 你走進來這個門之後 你可以自由的揮灑啊 你的這個才華 你的所思所想啊 這個部分呢 其實呢在這個大學部哦 也就我們所說的本科啊 這個大一大二大三裡頭 你其實是最有資格的人哦 對 為什麼你是最有資格的人 因為你是一個新人 你其實是不怕嘗試的 你可以有高原的想像力 然後放到這樣的一個世界裡頭 那麼讓我們去欣賞 你本身的這樣的一個才華 那每一個系所其實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個規劃 那麼課程呢 其實呢 大同小異 事實上呢 我們也很難找到完全不同樣貌的中文系 那麼呢 一個成功的中文系其實最關鍵的呢 其實是整個學習的氛圍 那麼這個氛圍是怎樣製造出來呢 其實呢 是依靠啊 師生之間一點一滴的共同的塑造 是要用很長的時間的 所以你求神拜佛其實都不會找到啊 說有一個學習氛圍非常好的地方 這個真的是 不是不是求籤可以求來的哦 那你如果仔細去觀察 探訪去問 國內外表現最好的這個中文系學生 那無論他們後來是讀書 就業 或者是對文化 對社會 他們有的一顆腦袋 他們有的一支筆 他們對被侮辱與被損害者 一直保持一種持久的關懷 那麼這樣的一個人 如果你去訪問他 然後你說我現在跟你寫一本 這個你的生命所幫你處理一個年譜 那你會發現哦 他們這一些非常優秀的人哦 那假如他有幸參與了中文系這個路程的話 那你會發現他們很多其實是有 這個拉曼大學中他研究院的這樣的一個背景 那如果你說以一個教師身份去看這一批後來有所表現的學生 我說呢 這個其實是最上流最上等的learning outcome 這樣的一個learning outcome 其實呢是有錢都買不到的learning outcome 那麼中文系的畢業生其實非常非常多了 各行各業都有 那麼從2002年成立以來 他其實一直都是非常吸引公眾的這個目光 那麼假如你對語言文字啦 對這個思想易理啦 歷史脈動啦 這個本地的中國的各種的政經文教的變動感興趣的話 那麼這個呢 是這個優大中文系呢 本身呢其實有他自己的風格 那麼這樣的一個風格呢 對這個培養學生哦 在一般的日子平日裡面呢 跟這個師生之間 師長之間的這個交流 或者是這個學問的這個討論啊 上去啊 提出不同的意見等等 那麼你如果走進這個拉曼大學的中文系 你會發現呢 這一個事情其實是非常非常蓬勃的哦 那麼這樣呢 為什麼會有這樣呢 這是跟這個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的這個師資 背景非常多元有關哦 所以呢 這個不僅僅是在說我們擁有最多的這個中文博士 學位的這個師資啦 而是我們其實非常習慣與這樣的一個一個學問的氛圍啦 文化的氛圍 那無論是這個老師或學生呢 他們其實呢都非常很自在的都可以說出自己的看法啦 那麼很快你走進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頭哦 不管你現在是要報名這個大學部啊 還是你本身想要這個成為我們的這個研究生 那麼你會發現呢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平等的眼光 在這個拉曼大學的這個中文系的課程裡面呢 其實呢 以我的觀點來看呢 是這個學校這個系裡頭最珍貴最珍貴的地方了 OK 那麼華文世界裡面其實中文系呢 有一段奇文哦 這個奇文就是說呢 當年呢這個北京大學的教授玉萍博先生呢 他就負責講這些講詩詞啦 那麼他講詩詞的時候呢 一般的情況講詩詞 我們大概可以想像會發生這樣的一個氛圍對不對 所以呢這個玉萍博先生呢 他講著這樣 他常常就會停下來的 為什麼他會停下來 因為他在教比如說李清兆的詞 他就說 連卷西風 人比黃花瘦 那麼他就馬上就停下來了 那為什麼他停下來 因為呢他要感受到那個詩詞的意境 所以他就會閉著眼睛說 真好啊 真好 那麼 講完了之後呢 真好真好之後呢 他說其實怎麼樣好 他其實說不出來怎麼樣好 所以呢 每一個在座的學生你不要以為呢 他們就覺得這個老師好古怪 怎麼來這邊教書 什麼都講真好真好 那為什麼沒有告訴我們所有人來 沒有喔 所有的學生都附和玉萍博 都在跟他說對 我們也是認同喔 真好喔 這首詞真的是好喔 所以呢你會發現呢 在中文系裡頭 他上課當然有嚴肅的一面啦 他其實也有這一種輕鬆的環節 像玉萍博的這個案呢 可能提醒我們一件事情啦 這個老師領進入門喔 那麼這個教授呢 他可以這個實體下 可以教你非常非常多的理論 都沒有問題 可是呢 中文系有一個特點喔 就是很喜歡講趣味 那麼這個趣味是怎麼樣呢 也就是說呢 他希望每一個學生共同的參與 就是說 我講連簡西風人比黃花瘦 那麼在中文系你不要 不用去期望說有一個標準的答案 那你一定要從第一個字背 到最後一個字 100個字這樣把背完 然後突出來 沒有喔 沒有這樣的一回事 那麼為什麼要講這個趣味呢 因為我們希望每個學生 可以把他們自己的想法 那麼呢參與進來喔 所以這樣的一個上課的模式 分為呢 其實是一種共同參與的一個方法 那麼呢 給大家都有這個機會走進那個 境界裡頭去參與 那麼看中的呢 其實是你個人的體會是什麼 然後呢 你把你的體會你講出來 讓我們知道 其實連簡西風人比黃花瘦 不一定只有一個答案 它可以是無數個答案 這樣就是 表示了你本身的觀點在哪裡 那我們今天到今天為止 其實呢 整個中文系 在這個教學研究上 我們其實都很信守 這樣一個信念喔 因為我們需要有創意 那麼創意其實就是 把你認為的東西 有條理的講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中文系是什麼系呢 中文系其實就是人文系啦 不管你過去呢 稱這個系裡面會讀的東西 叫金石子集也好 或者是現在的人 喜歡稱之為這個文史則 文學史學 這個哲學都好喔 那麼實際上呢 整個中文系呢 因為是人文系嘛 所以我們關懷的其實是一種 所謂的這個心靈世界啦 ok 所以呢這個 像這個撰寫 東方主義的這個 塞伊德 他在晚年的時候呢 其實寫過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那篇文章的題目就叫做 《回到語文學》 那麼是什麼內容呢 那這裡可以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這一篇作品其實是提醒這些同道 同行者要對這種文本 書本 這些這些閱讀 要有更加情深的關注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塞伊德認為 這個所謂的語文學 其實就是一種對言辭啦 對修辭啦 有一種非常耐心的 幾乎就像這個 拿這個針線在縫步一樣 非常非常耐心 非常詳細的 非常體貼的去批評這些作品 那麼呢 要有一種帶有 終其一生的關注 那麼塞伊德認為呢 這個是人文學的一個根基所在 其實這個東西你在中文系 你走進來 你會發現呢 我們其實每一天都在 在做這樣的一個根基 每一天都在這個 這個價值天頁 為這個人文學 所以我們今天還是很相信 塞伊德說的那個東西 所以即便呢 他已經離開這個世界 其實已經18年了 可是還是這個人文科的經科 閱歷 其實簡單而言 其實你可以說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中文系的 這個安生立命之道 那麼我們可以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想像啦 比如說呢 今天呢 是這個清明節嘛 因為所以呢 有清明節講到清明這兩個字呢 大家的生命體驗是些什麼 那麼你的清明 是不是馬上一定就想到這個 杜牧的這個清明節的詩歌呢 其實不一定是中文系喔 就是不是中文系的人 他們不一定知道那個是杜牧的作品 但是他們一定知道 一定聽過清明時節語紛紛 那大家是不是馬上就會想到這一首喔 那其實我也是一樣的喔 那我們自小其實都不是讀四書五經 這樣的人 但是我們其實從小學 就從老師嘴巴 從周邊的人 他們其實都對這首詩的一些精彩的句子啊 特別是這個清明時節語紛紛喔 非常非常非常熟悉喔 那我疑惑了很久很久 為什麼疑惑 因為呢我們看這一首詩的時候喔 這個事情是杜牧作品啦 所以這個杜牧他個人的經驗喔 非常詩人的經驗 他感受到他在寫色當下 他感受到那個雨呢 正在飄落下來 但是我們現在 我們在習慣上 我們把這個經驗 杜牧的個人經驗 直接搬成是我們的經驗 所以我們遇到這個 即便我們在馬來西亞 我們遇到清明 我們就說清明時節語紛紛 陸上行人遇到很多人 可是你注意喔 其實呢 每一年每一回的清明 其實呢 馬來西亞是熱到爆的喔 馬來西亞呢 其實是沒有雨紛紛 這件事情發生在清明的 所以呢 很明顯因為馬來西亞沒有 二十四節氣的變化喔 可是你發現 我們其實從來沒有理會 我們看到清明 我們就會講清明時節語紛紛 我們把別人 把杜牧的這個人生經驗 第二輪的運用 然後我們呢 覺得沒有問題的 所以讓我們其實 不停的在流抗 我們並沒有雨紛紛 所以呢 這一個呢 就表示了這個詩歌 其實是跨越時代 跨越時間 然後呢 可以這個承載不同人的 這樣的一個經驗 那我這裡呢 給大家呢 當然不可能再介紹 這個清明時節語紛紛啦 對不對 我跟你說 我很充滿疑惑嘛 那我介紹一個 我覺得很喜歡 雖然普遍上 他不是屬於 比較有名的這個詩人啦 但是他這個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絕對出名的粉絲 那個粉絲叫歐陽修 歐陽修是很喜歡他的作品的 有他的加詞就夠了 那麼他的這個作品很有趣的 他當然不是在馬來西亞寫了 他說 無花無酒過清明 心未瀟然四野生 昨日臨家起新火 小窗分於讀書燈 所以呢 為什麼我會飲這一首作品呢 因為這首詩喔 其實是很馬來西亞的 你讀了你會很有feel的 很有感覺的 這個東西就叫做生活的藝術啦 為什麼呢 因為這首詩的作品裡面 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他說他清明的時候 是不賞花也不飲酒的 那就表示說其實清明很多人 其實是會賞花飲酒 他不賞花不飲酒 其實跟我們是一模一樣 我們這裡清明節其實也沒有賞花跟飲酒 對不對 所以呢他是完全喔 好像 無視一切啊 他完全沒有看到有花有酒 他完全不對這個東西有興趣 他在清明的時候 那麼他就自嘲了 他自己開自己玩笑 他說呢他自己其實就像一個 陸丁的老生人一樣 所以就是看到任何東西都不重要了 那麼呢這個詩的後面的時候 那他就說 他就跟鄰居借一點火 借一點火 那一般人借火 要做些什麼 這通常是煮東西對不對 可是呢王宇琛呢他沒有喔 他其實是拿那個火出來喔 然後呢拿來做什麼呢 拿來點燈 然後點什麼燈呢 他要讀書 所以他要點燈 所以這個非常有趣啊 非常像我們現在 因為疫情啊 因為各種的原因 我們沒有去這個清明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王宇琛的清明 就是我們現在的清明啊 為什麼呢 因為好像什麼東西都沒有發生一樣喔 我們現在其實也一樣 我們也是什麼東西都沒有發生喔 非常淡薄 非常孤寂 然後我們就靜靜的生活 就是度過這個清明而已 所以王宇琛這個詩真的是 非常非常妙喔 可以跨越這樣長的一個時代來呼應 那麼像這樣啊 我們去讀這個 以前的這個詩人的作品喔 因為我們就會想到 這個讀書也好 求學問也好 那有一個很古老的詞彙喔 這個叫從游 從就是我從哪裡來的 從游就是游泳的游喔 那這個從游的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我們跟著 跟著一個老師去學習 那麼就等於小魚跟著大魚 去游來游去啦 吸收經驗啦 經歷各種各樣的經驗啦喔 那麼慢慢魚就會變成大魚 就完全就脫離了這個大魚 因為你自己就是大魚嘛 所以呢 其實你不用太擔心啊 走進來這個中文系 哇你們讀的東西啊 那麼長時間喔 喔這個長時間就是 毫不誇張啊 真的就是從這個 姚順語的姚一直講到 那個毛澤東的毛 哇從姚講到毛 哇這樣好像看不到 這個天地的邊界 不知應該要走去那裡喔 其實不用太擔心喔 這個 你只要是這一條魚 那麼那個大魚在前面有 很快你本身就 遇到好的教授 你本身就是一條大魚 所以一個大學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就是能不能培養出學術的人才 其實是最為關鍵的喔 那麼在這個中文系裡頭 你其實是不難找到 論學自由的 非常多 畢業生都一直跟我講說 啊你們在拉曼 非常容易找到這個論學自由 就是討論學問的朋友喔 那出去了之後這種朋友 可以保持朋友關係 但是那個工作啊 讀書後發現好像不是太容易 找到其他的了喔 所以這個絕對是一個這個 講要求學問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夢幻所在喔 那麼假如有這個緣分喔 可以見到各位哇 籌籌滿志的眼神 那麼呢 游進這個優大的中文系喔 大家能一起合力喔 來去思考啊 創造這種本土文化的生產喔 所以無論任何時刻啊 其實都要這個為自己感到自豪啦 提醒我們自己要活在真實中啦 我們要尋找我們呢 自己的這個理想的大學呢 可能更為重要 所以呢我們看呢 這個大學有什麼魅力喔 它的整個結構是些什麼呢 首先這個大學呢 它的年齡是非常有趣的 因為它創校時候就已經在了喔 所以呢是從2002年就開始 對創校有八大科系 那麼這個中文系 就已經是在規劃之中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呢 因為它成立的時間比較早 然後因為有一個完整的規劃 所以你發現它的學士 硕士博士 那麼呢是我們現在所說的 所謂的全方位的這個學習體驗喔 那麼這個大學部或本科生的課程設計呢 那麼呢 因為馬來西亞的情況非常非常特殊喔 這個特殊呢 就是說我們其實跟這個中港台 或者是這個歐美喔 的中文系喔 漢學系其實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一直主張喔 你要把這個不同的 支援不同的這個養分 那麼呢 灌注到這個馬來西亞本身的特色與情境 這樣子才能凸顯喔 這個這個拉曼中文系的這個特色 那麼內容呢 其實非常非常多喔 古典的現代的喔 馬文學喔 比較文學的研究 那麼對這個文字聲韵喔 古今的思想喔 古今的歷史 馬來西亞研究等等 其實這個部分呢 都是這個拉曼中文系喔 這個優大的這個特征喔 那麼提到這樣的一個課程裡頭呢 這個呃我們所說的這個教學的宗旨 這個科系呢 本身呢是要做些什麼呢 那麼其實呢 是提供呢 這個學生的更深入去學習 去探討這一種文學的歷史的思想的 語言的文字的喔 各種的這個知識的這個機會 那麼學了之後呢 學生本身呢 在這個這個歷程裡面 其實呢就開發了他們呢 對這個書寫演講喔 這個研究分析這種評論 真的能力都有喔 那麼這個其實呢 也不難這個理解啦 因為我們其實優秀學生 非常非常多 你去其實稍微 這個去問一下 其實都可以發現呢 其實這個潛能是非常重要 我們非常看重的喔 那麼當然也非常 因為人民學是管理人的 所以呢 在這個大學裡頭 我們也非常非常強調 這種價值的這樣的一個賠值跟推廣 那麼呢在這個大學裡頭呢 這個導師的這個資格比例呢 大家可以看 那這個部分呢 會發現呢 其實這個博士學位的老師呢 我們是人數喔 其實非常非常多 也放在這個馬來西亞喔 你一看那呢 也毫不遜色 所以呢 這樣一個部分呢 可以給大家呢 更前沿的這個學問啦 知道呢追行的成果是些什麼 這樣一個部分呢 在這個這個老師啦 在這個學校的圖書館啦 那我們其實呢 都非常的看重喔 就希望呢 能夠做到 至少呢 這個學生呢 當他想到一本書 他想要找來看的時候呢 我們的盡可能呢 其實已經準備好給他喔 這樣是最好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老師非常非常多喔 然後呢 有不同的專業 然後不同的這個我們之間呢 就會有這個交流啦喔 老師之間的交流 老師跟學生之間的交流 其實都非常非常非常的看重喔 又沒有兩個校區 所以這個部分呢 你去看喔 每個老師的專業其實都不同啊 都有不同的 所以這個部分呢 可以讓你呢 擁有這個知識的這個趣味 那麼在整個課程裡頭 你會發現呢 這個優大的中文系本身呢 他其實有這個極為豐厚的這個 這個根基他的內容可以留意到 首先當然你可以看到啊 這個我們列出來的這個 課程 就在大三的時候呢 就大學三年級呢 你本身呢 有畢業論嗎 這個是很多學生期待的 那麼有這個中國近代思想啦 這本課是我教的 那麼呢 我們有曲學啦 有文學創作 還有我們有特色的課程 這個馬華文學馬來文學的比較 這個真的是我們的特色了 那麼我們有一個蠻新的課 這個中國文化與哲學中的 這個宗教思想 實際上在這個拉曼族文系裡頭 對這個宗教思想的研究也把握 我們的老師呢 不管是專業是這個的 或者是偶爾參與的人 其實我們都是對這個宗教思想呢 非常非常有興趣 所以你會發現到我們的那個研究論文裡頭 那麼這個文學的比例非常非常高 然後呢 這個對於宗教的思想呢 我們其實也是我們這個老師的一個強項 那麼一個中文書完該論啦 這個課也是比較新的課 那麼讓學生呢 有這個機會呢 可以呢 這個參與這個圖像研究的這樣的一個課程 可以用這個IMA 那麼呢 參與到整個製作的過程 所以是一個理論跟時間結合的一個課程 那麼還有一個也是蠻有特色的 就是這個當代中國概論 當中國概論喔 在這個大學部喔 本課的時候呢 這樣子來談喔 那你會發現呢 我們的課程呢 其實前面已經有喔 這個中國通史 那麼我們後面呢 還會有這個當代中國概論 那我們在思想研究裡面 我們其實有中國思想史 一直處理到整個晚清 那麼你還會發現呢 在這個拉曼中文書呢 其實我們還有呢 這個中國近代思想喔 所以你可以發現呢 我們整個規劃來說 那其實呢 是一股一驚喔 兩方面都非常非常非常地看重 特別是這個當代中國啊 近代思想的部分呢 那麼這個部分呢 在拉曼呢 就是非常非常有優勢 為什麼有優勢呢 那麼有非常多的參考資料啊 你走到我們出書館 發現欸 我們對這個當代中國啊 近代以來的書目的採集資料庫的購買 我們其實是放非常多心機在這裡 當大學不可能只是讀中文啦喔 那麼希望能夠擴大眼界 所以你可以發現呢 我們其實有一些科目你可以看到 其實是讓你有各方面的經濟的文化的研究啊 傳播的研究啊 對這個人力資源管理等等 我們其實也希望學生呢 能夠有所涉略 好 那這個是修讀的一個學分的一個表啦 可以看到那個整個百分比 這個你其實不用太交集 也不用太慌張的 因為等你走進來 那麼其實大家都可以告訴你啊 這個怎麼樣做啊 那些學長其實都非常願意 給到你這樣的一個主導 那麼這樣的一個這個系裡面的特點喔 是可以看到呢 這是國內最大的中文系喔 這個受承認非常非常重要喔 不只是國內喔 國內受承認還不足還不夠 那麼受國外啊 的這樣的一個承認 也非常非常的關鍵 那這部分呢 絕對沒有問題了喔 這個學校已經是老資格喔 已經在這個部分 處理這個認證的部分呢 就是絕對這個衝撼無阻喔 那麼在這個實力學校裡頭 你要修讀這個碩博 乃至於你去中國 台灣 香港 新加坡美生造我們也有這樣的一個學生喔 畢業了回來 那麼就到不同地方呢 做這個做研究 教學都有喔 所以這個畢業生 要申請獎學金喔 全額的絕對絕對沒有問題喔 那麼這個拉曼大學中文系的這個 學士的這個畢業論文呢 那當然可以用中文來寫喔 這個碩士博士一樣喔 可以做這個中文書寫 那當然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圖書館呢 有非常非常豐富的館倉喔 這個館倉呢 在圖書館的三樓跟四樓 嚴格來說呢 圖書館這四樓裡面呢 其實從一樓開始都已經有很多跟中文有關的研究了喔 對一二三四其實都有一些中文研究有關的數目 但比較集中其實是三樓跟四樓 那麼呢 除了一本外界的圖書呢 這個也有這個特長部啦 我們特長部呢 主要呢 是收集這個東南亞研究裡頭的一些啊 孤本真本的這個圖書的這個檔案 那圖書館呢 也是這個馬來西亞第一個啊 第一座的這個啊 駐馬的這個台灣漢學研究中心喔 所以這種三十萬啊 的這個館倉喔 這個還有大量的二十多萬的這個電子書 所以這種大量的這個資料庫喔 你可以是人在金寶 或者是像現在每一個人都在醜喔 不能回校啊 必須這個防疫第一 所以我們在家裡 其實我們學生也沒有這個難題喔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線上資料庫 我們真的是買好多好多喔 所以這一種喔 所有所有東西都可以在線上的解決 所以你要摸到紙本的 修到書本的 味道也可以 你不要的話用電子的也可以啊 真的是 就是你講說是作用俗稱喔 就這個詞會本來很誇張的 可是來到這邊好像也沒有很誇張喔 好那這是我們的這個網站啦 這個網站呢是非常非常活躍 所以定時的會提供各樣的這個學術資訊喔 所以呢 有興趣的人呢 其實可以掃描這個QRQ啊 或者是 進入我們這邊啊 給你的這個網址 其實都可以直接達到啊 可以看啊 中文研究的一些發展 那麼更重要的呢 對我們的老師背景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在裡頭呢 看到我們老師的這個研究興趣啦 背景啦 論文的著作啦 所以非常非常豐富啊 那麼當然還有學生組織 讓我們學生組織 非常非常活躍 所以有中文研究學會 有這個研究生的學會的資訊 也可以在裡頭看到的 OK 這是我們的一個網站的一個界面 好那畢業生呢 畢業生之後 其實呢 就是真的是這個無遠佛界啊 就是說 任何地方啊 文教的 政治的 演繹的 傳媒的 各種的地方呢 其實呢 都可以看到 那麼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頭呢 有一些呢 你會察覺到那些學生 一點都不傳奇 為什麼一點都不傳奇 他在 他在那個實習的時候 實習的時候那個 老闆跟他講 那你實習過後 你畢業你不要到處亂走了 你我們直接就要你了 所以 哇這樣的學生都有 為什麼呢 因為 山魚見通嘛 是嗎 你對中文的研究那麼厲害 當然要先把你給抓起來 所以我們的畢業生呢 普遍上呢 其實呢 有比較強的中文能力啦 加上通曉嘛 英文 然後呢 可以有更多的這個就業跟升學的 這樣的一個機會 好 這個是我們的畢業生了 這個教師的範圍當然有各級的教師啦 我們很多畢業生都可以做到 教師行政人員這些都是比較多的 報色其實就是指這個傳播媒介了 這部分呢其實也蠻多的 所以可以看到呢各行各業其實都有這個 這個拉曼的這個優秀 好 那呢今天的這個討論呢大致上呢來的這裡 那麼如果大家有疑問呢 歡迎大家呢 可以這個發問 或者呢這個透過線上的方式呢 來聯繫中文系 希望呢可以在不遠的將來見到各位 謝謝 好的 謝謝方老師 今天這個這麼精彩的分享 在繼續之前呢 先讓我把這個PPT給轉換過來 好 那現在呢是我們的這個問答環節 如果說大家有些什麼需要發問的話呢 如果說大家有些什麼需要發問的話呢 可以在這個通過chat的部分 把你的問題給留下來 我們會在這個篩選出來 然後呢給大家做這一個 再給大家做這個解說解答 再開始在這個問答之前呢 也給大家知道說我們有這個評估表 已經發在這個chat的部分 如果說大家是可以先去看看這個評估表 好 如果說有些什麼的話 可以先幫我們先填一填 然後給我們一個 至少給我們一個簡單的回饋 我們知道說 看完這個分享之後 您是有些什麼具體的想法了 好 那老師 現在這個問答環節嘛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可能有些東西 需要老師的進一步的這個分享 這裡我們來看一下一些問題 第一 那老師 關於這個中文系 是不是有實習的呢 那剛剛老師有解說過了嘛 那實習方面 具體是怎麼操作的呢 是由老師 由下方來做這個安排 還是說學生 得自己去找這個實習方 這個問題很好 那麼因為實習現在幾乎就是 每一個科系都 都會問的問題啦 因為這個貼身問題嘛 就是說 我有興趣這個行業 我有興趣那個行業 那麼我們怎麼樣在這個 這麼多行業裡頭 找到自己的興趣去實習呢 那中文系的做法是這樣的 我們有一個關於到這個實習的小組啦 有我們三位資深的老師組成一個小組 那麼主要呢 是提供意見跟解決問題 那麼什麼叫做這個提供意見跟解決問題呢 實際上就是因為行業有很多 那麼什麼東西是適合中文系的 其實有很多都有相關 那麼我們有一個非常這個完整的這個公司的記錄 這個公司的記錄就是說 曾經學生有去過 然後學生有沒有什麼奇難雜症 或有疑問 那我們其實有一個完整的這樣的一個資料庫 提供給學生 所以學生他可以把他心目中想做的行業講出來 或者他已經有一個指定的公司 他要去某某公司 那麼這些東西 他只要回饋給我們的這個小組的這個老師 那麼這老師呢就會告訴他 這個公司怎麼樣怎麼樣 OK嗎 或者他會有反見 其實也有不同的這個你喜歡的這個範疇裡面 其實我們後面還有10家公司給你 你可以看看從你的給的這個意見裡面 再比較不同的公司 然後呢你再來做決定 因為我們給了一段可以給這個學生思考的時間 那你決定了之後 那你就選你自己要的這個實習的機構 是沒有問題的喔 我們有一個完整的資料庫 你也可以提供你自己的興趣 對 也就是說我其實當來到實習的階段的時候 我可以在就是住家附近找 並不一定需要在跟著這個下方 提供這個資料來找實習了是嗎 對啦 所以我們有一些學生呢 他也會提出說他想要考慮這個在國外實習 那麼只要安排妥當我們其實也接受的 但這個呢 往往呢當然就是要看天使 為什麼要看天使 因為其實沒有一個人能夠預料到接下來會發生瘟疫嘛 所以當然有疫情其實這個國外實習就不可能走 那麼我們因為有了一個資料啊 這個那個數據 所以當有學生其實有遇到這樣的一個困境 他本來是要出國的喔 後來出不到國那因為我們有這個材料 所以呢他可以快速的轉換 就是在本地找到一個實習的機構 然後呢跟他本來的志願是比較相近的 所以他完全不用言逼喔 沒有任何阻礙的就非常輕易的就銜接上去了 一般上實習會是在哪一個階段開始的呢 我們實習呢 大部分我們是鼓勵學生呢 在這個大三的時候出去的啊 就算太年輕太小也不能因為要有一些 一些知識的一個累積 那麼也有一些學生呢他鋪排好他就會把它放到 這個這個整個大學研究的最後一關 來實習的也有 但是我們通常啊是希望他們在這個畢業前的這個第二關啊 就已經可以實習了 就是你一進入大三你就最好去實習了 那麼你實習了之後你還回來學校把你實習的東西呢 再運用那可能那個效果會更好 所以都是在大三 只是看你要在這個大三的一年級還是二年級了 好的 謝謝老師的這個解說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一開始有介紹到這個我們拉曼大學提供這個硕士和博士 那麼這個中文系畢業以後 是不是只能夠在拉曼大學實習出國呢 還是說可以到這個國內其他有提供中文硕士的大學 修學甚至是到國外修學 有可以那你可以比較你的那個興趣喔 我們有一些學生呢是很念舊的 所以他也希望覺得好像學習還不夠 他們希望在這個這個學校裡面學 為什麼呢因為老師我們老師很多 所以有一些老師是在那個雙溪龍校區 所以他們可能比較沒有像他們這個求學的這個經驗 我們有很多學生其實在這個經驗學完了之後 他們呢會選這個雙溪龍的老師喔 他們在學不同的東西 真的是做到這個學無常識 那麼有沒有在本地其他的這個學校去讀書的 其實也非常非常多 所以本地的國立的私立的其實都有我們的學生 那出國的更不用說了喔 我們比較常聽到大家比較能夠了解 拉曼的畢業生會去的除了新加坡啦 新加坡然後台灣非常非常多 然後中國大陸其實也有喔 所以這一些我們的畢業生 因為創校已經有一段時期 所以我們的學生其實有很多已經 其實連這個博士學位都讀完了 好 謝謝老師 那除了這個國外升學以外 反過來說 是不是也可以在國外工作呢 在這個中文系本科畢業以後 可以 我們也有畢業生 他其實一般在國外工作的這個情況喔 其實是在你讀碩士啊 還沒有教論文前 那個學校的老師其實都已經會跟你預約了喔 所以我們其實是有畢業生在這個大學裡頭工作的喔 做做幫忙其他的教授做這個研究 那麼他們通常會有這個選擇是因為 他們希望喔 累積他們的這個經驗 然後呢 以後呢 不管回回來馬來西亞 或者留在國外去讀博士啊 他們是有這樣的一個一個設計 當然也可以不一定要在大學機構喔 只要你在這個台灣有了這個經驗的話 其實也可以在其他行業裡頭工作的 那這個東西他們是在畢業前 其實都已經是鋪排好 安排好 想好的 那如果說我不打算讀碩士的話 我畢業以後打個比方 我想到新加坡去工作 可以嗎 可以 所以呢 有一些時候他們都開玩笑說 你在這個新加坡到處都 到處走到哪裡都是拉曼校友會在新加坡 為什麼呢 因為真的是太多 所以多到什麼狀況跟你說 他們可以租那個房子 然後整個房子其實都是中文系的 為什麼 因為學長帶學妹嘛 對不對 所以學長去了 覺得這個地方真的是一個 工作跟學習的很好地方 他們其實就會招啊 就會說 學弟妹有誰有興趣 我公司裡頭需要兩個人 你們畢業的話 某某人某人 我覺得你很適合 你還可以過來 所以他們就招過去 所以沒有那種去到人生地不熟 要自己去亂闖的感覺 沒有 因為那些學長幫 全部都做好了 他直接只是去 連屋子都已經在那邊等他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 好 那謝謝老師 其實談到這個工作 剛剛老師就分享到 就是拉曼大學畢業 在中文系畢業一般上來說 是從事跟這個教育 和這個政治等等有關的 或是這個文教有關的這個工作 除了這些以外 還有一些就是拉曼大學畢業生 是在不同的行業 或者不同的領域裡面工作的嗎 有 所以呢 在主要的其實是教學的部分 這可能跟中文系 一直的興趣有關係 所以他們通常是教學是最多 那麼接下來其實是在媒體 媒體的部分 因為媒體其實不只是有報紙 報紙 雜誌 還有現在所說的這個新媒體 網上的電子 這部分其實都有 有這樣的一個參與 所以可以看得出 我們的一些部分學生 參與到這樣的一個媒體 他們其實對這個 這個社會的關懷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強烈的 所以他們才會選擇這個媒體 用他們最厲害的筆 寫最好的文章 最好的報導給我們看 好 那麼 還是關於工作方面 中文系的畢業生 是不是有機會到這個政府機構工作呢 有 所以我剛才有提到一個 但是因為我不方便講它的名字 其實我們就是有一個畢業生 是這樣的個案的 他其實實習的時候 已經是在政府機構 就在不成工作 他實習在不成喔 然後他還沒有畢業的 就是說他實習過 他其實還要回來 上一個學期的課 然後他才正式畢業的 可是呢 你可以看喔 他還要那個 那個政府機構還要等他多半年嘛 所以 OK喔 我願意喔 就是說 就已經是抓著他 就是說 太厲害了 這個中文 馬來文、英文 都可以溝通 你來我們那個部門 我們那個部門最需要 這個對外關係的語言能力 所以直接就是把它預定 你一畢業 你就直接過來 雖然你畢業其實還有半年時間 但是沒有問題 我們願意等你 因為人才難求嘛 哇公務員喔 對 很多人都很羨慕 他其實當時候去 我想他也不可能有預言能力 直到他後來有這麼好的待遇 嗯 明白 好 那是我們再來看一下 因為時間關係 可能我們就 差不多最後一兩道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差不多結束了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 學生可能在這個 出路選擇上有一些禮貌 我們來看一下 中文系 如果說我真是對這個領域有興趣的話 相比起這個中港台 我在馬來西亞 或者說在拉麥大學讀中文系 會哪一方面比較好 或者說是 我在拉麥大學讀中文系 為什麼會比較有優勢呢 這樣這個部分呢 是跟我們的那個國家的這個地理位置 是很有關係的 因為如果我們仔細看 這個從比較清楚文憲留下來就是晚清 那麼晚清的時候非常多這個航船 這個東往西來 所以馬來西亞真的就叫東往西來 就是說我們是季風帶的 我們是國家在季風帶 所以不論是從西邊或東邊 不同的國家 所以不同的文化會聚集在這一邊 所以呢 那個時候他們留下的一些日記也好 或者是包蓋也好 都可以看出了這個地方的特色 這個特色就是說呢 它是兼容東西方的文化特徵 所以來到這個地方 像國外的很多留學生來到這個馬來西亞 都覺得馬來西亞真的是很複雜 就是一個天然的 露天的一個資料庫來的 走到那裡的資料庫 因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習慣 然後很多東西都很精彩 那麼因為我們可以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所以可以說就是 你可以無所忌憚 你可以沒有任何的顧忌 各種的資料都可以在這一邊找到 所以西方的東方的也好 東南西北人簡單一點 就是說你真的是做到東南西北人 就是任何的東西都可以在這裡看到 所以變成在看待問題的視角 的思考的程度也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處理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好處 就是所以大家應該要這個善用 這樣的一個在這個季風帶的這樣的一個優勢 好的 謝謝老師 各方面的這個解說 好 那其他的話呢 由於時間關係可能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做更詳細的解說 如果大家對這個中文系還有什麼疑問 或者說有些什麼更想要深入了解的話 歡迎大家跟我們做聯繫 那在結束之前呢 或者可以老師有些什麼最後的一個提點給我們的觀眾 或者是我們的朋友的嗎 謝謝 那歡迎大家 隨時這個到這個校園來這個享受你的這個大學生活 好謝謝老師 那我們的這個問答環節在這裡呢就可以說是告一段落了 謝謝大家 那在這個結束之前 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其他跟我們拉環大學有關的一些說明 一些簡單的說明 那這裡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這個PPT 在這個螢幕上面呢是我們最近拿到的這個榮譽 這個THE就是這個Pimes Higher Education 泰武士高等教育排行榜 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權威這個教育排行榜的一個機構 在這裡呢你可以看到我們拉環大學呢很高興能夠拿到這個全亞洲的排名是第119位 在最新的這個世界排名來說呢我們拉環大學排的是第501到600位之間 那這也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一個一個排位 甚至你看到另外一項這個世界排名QS QS也是另外一個這個世界上極有權威的這個高等教育的這個這個平坚機構 在這裡呢亞洲大學呢我們的排名也是差不多 排到第157位也就是說不管是你從哪一個排行榜來看呢 我們拉環大學的這一個排行它都是排極前位的 尤其是你看全亞洲那麼多的大學 可以排到前面第100多位這是不簡單的 尤其是我們拉環大學還是一所非常年輕的大學 從2002年建校至今其實還未滿20年 一所未滿20年的大學能夠拿到一個如此高的一個排位的榮譽 這是不簡單的當然這也是需要謝謝我們一個老師們 一個努力付出我們的同學們的這一個努力經營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個這是 因為目前來說有很多同學剛剛考完SPM 那考完SPM等著成績就想說 哎呀我們可能就是對中文系有興趣 我要來報讀這個拉環大學中文系 好我們歡迎大家過來 那以這個SPM來做申請的話呢 你需要先修一年的這個基礎班 基礎班來說以中文系呢 你是學修這個文科的基礎課程 而這個基礎課程是金保校區上課的 也就是說您的這個一年基礎課程 而三年的文科總共四年都會在金保校區上課 當然除了這個中文系以外 我們還有其他不同的科系 在這裡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我們目前來說有七十幾個不同的這個本科科系 包括商業領域的可以看得到 有比如說會計啦這個銀行金融工商行政等等 還有很多很多甚至是數學領域的 這個食品科學工業甚至這個文科領域的 文科領域的話呢有比如說廣告英文 英文教育輔導這個心理學 新聞學公共關係等等等等 都有非常多不同的 所以我們拉曼大學是一所中和性的這個大學 有涵蓋了很多不同的專業 和這個不同的這個研究領域 接下來看得到的是這個創意設計 還有這個資訊科技 所謂資訊科技就是IT類啦 現在還有這個理科的 理科的包括了比如說這個工程系 工程系和這個我們有非常非常多不同 這個跟工程系有關的一些科系 如果大家對這個理科有興趣也可以考慮 從這些不同科系裡面考慮其中一個專業 還有就是這個跟這個生物有關的這個生命科學 甚至還有跟醫療體系有關的這個是 醫學醫保健科學 這些等等等等不同的科系 所以拉曼大學這個選項是非常之多的 不管您是對哪一個領域有興趣 不同的領域不同的出入 我們這裡都有的給大家做選擇 接下來呢也給大家知道 如果您是以這個STPM或者是同考來做申請的話 我們這個Degree也就是這個本科的開學 是即將來零六月八號 當然這裡呢也給大家一個提醒 如果說是以SPM來做申請的話 我們的開學是5月31號 是提早一個星期開課 5月31號 如果是以SPM來提申請的話 目前來說因為還沒有正式的成績 剛剛考完嘛 大家可以以這個預示 也是trial或者forecast 就是這個預考的成績 來做這個申請 當然這 雖然您是以預考做申請 到最後SPM的成績正式出爐以後 您還是得把這個SPM的成績 再成交一次給我們的 那是一個最終的這個評估標準 好啦在這裡給大家做一個預告 我們基本上目前來說 每一個星期都會有不同的這個分享 這個webinar 最簡單 基本來說呢 是幾乎每個星期五都會有啦 星期五和星期六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 是在這個4月9號 也是下個星期五 下個星期五呢 我們是有這個不同的主題 不同的這個分享 這是由我們的在籍學生 來給大家做分享 那大家可以看到的是這個 My journey as a broadcasting student 也就是我們的其中一個科系 廣播系的學生 這四位呢 是我們目前廣播系的在籍學生 那到時呢 跟大家分享這個廣播系 裡面的點點滴滴 在這個學習過程 為什麼他們會加入廣播系啦 在廣播系裡面的生活的苦以樂啦 等等之類的 也請大家就是到時候 就是通過這個我們 Zoom的平台 來參與我們 或者說是 到我們這個Facebook 的這個平台 Utar for you 來與我們 與這個參與其身 到最後 如果大家有些什麼 需要和我們做聯繫的話 甚至有些什麼疑問的話 那大家可以通過這些聯絡方式 來與我們做聯絡 最基本的 包括剛剛提到的Facebook Utar for you 您直接在Facebook裡面搜尋 Utar for you 您就可以找到我們的這個平台啦 甚至您可以通過我們的WhatsApp 來 就是語音訊息 或者是文字訊息 也可以 那如果說是 有習慣使用這個 WeChat的學生呢 也可以通過WeChat 來跟我們大家做聯繫 最基本的當然是 通過電郵來做聯繫 啦 這裡我們有提供的是 我們這個 中華語集院 和我們 這個 課程詢問的 這個電郵 ics at utarant.edu.my 還有 inquiry at utarant.edu.my 那如果說大家是想要一個 即時 一個 一個 與我們大家做一個交流的話 可以通過我們這個網站 study.utaran.edu.my 在這裡呢 我們有這個Live Chat Service 也就是說即時交流 大家可以通過這裡 跟我們的這個同事做聯繫 星期一到星期二 每一天都會有這個 這個Live Chat的這個Service 那是從每天早上9點到這個5點 當然公共假期以後呢 是休息的 好 到這裡呢 我們的整個分享會 也就高一段落了 再一次很謝謝方老師 來給我們做今天這個精彩的分享 也說了很多 就是跟這個 說了一點醍醐灌餅 給我們大家 好 那 也希望說 能夠在這個開學日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在這個中文系裡 好 那我們就到這裡結束了 再一次謝謝方老師 好 拜拜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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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 謝謝 Itu